三峡长福岩供奉清水祖师 庙与华丽的雕工是一大特色 位于新北市三峡的三峡长福岩 俗称清水祖师庙 虽然未列入国家古迹 但是凡来过此地的游客一定会印象深刻 因为这间寺庙在建筑史上算是空前绝后 即传统工艺精华与一处 活像是一座美术馆 清水祖师庙最早是由当地艺术家李梅树 投入毕生岁月精心策划执行 当时聘用了最优秀的匠师来负责雕刻工艺 每一处都是鬼斧神工匠行赌运 因此成为外来观光客来三峡必游的景点之一 根据这里的记载 清水祖师本名陈昭映南宋人 因为赌信佛教并训世弟子 要忠孝报国 后来被明太祖封为护国公 因为生前隐居于清水盐 后人就称为清水祖师 清水祖师庙 历经过日据时期战乱 到民国36年李梅树发起重建才有现在的寺院规模 祖师庙仅临于三峡老街旁坐北朝南 为三进九开的殿堂师庙宇 呈回字型布局 正殿居中独立 因为它位于三峡的市中心为原址重建 但因受限于庙地面积 再加上庙旁的新建物太高 使得空间上略显压迫感 周围的店家林立 而到处可见的牛角面包 是这里的人气美食 来到三峡走访清水祖师庙 一定会被庙宇内部 令人眼花缭乱的细致雕工所深深吸引 一次就能骗揽传统庙宇的极致工艺 有空不妨来此一游 法界新闻五庸曲 新北市采访报道